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九月社群日 求農泡蟲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那這禮拜假日即將是九月份的社群日 所以今天的影片我們將帶大家來看一下 第七代的強惡吉姆蟲在進化之後的蟲墊堡跟蟲龍炮蟲 在社群日之後 到底實力會提升多少 影片感謝小雲雞鼎盒贊助播出 你還在煩惱每個月都在繳第四台費用 卻受到電視頻道太少 或是錯過想看的節目嗎 那小雲雞鼎盒可以輕鬆解決你的煩惱 在之前丹尼有製作一支開箱影片 是介紹當時最新的小雲雞鼎盒8P 從此丹尼在工作結束之後 都靠它在追劇放鬆 畢竟不論是電視節目 電影 影劇 迪士尼家 或Netflix 都能夠輕鬆觀看 也包含了卡OK或親子頻道 能夠讓觀眾有更多的體驗 而這次小雲雞鼎盒從8P升級到9P後 重點改良了幾個內容 首先是小雲雞鼎盒8P的外殼上只有連接孔 並沒有散熱孔的關係 雖然導致如果你管你太久的話 可能會有排熱不順暢 導致延遲的狀況發生 但在改良成9P之後 在外殼增加了整排的散熱孔 讓你在長期追劇下 不會有延遲的問題 雖然看似平淡無奇 但是卻效果極大 陰體部分的話 將處理器提升到MORG S905Y4 讓你在開機等待的時間 大大縮短之外 操作與觀賞的流暢度也提升 非常有感 那我們實際也拿小雲雞鼎盒9P跟8P來進行比較 小雲雞鼎盒9P只花23秒 而8P的話 足足是1分多鐘 是一倍以上的時間 螢幕瞭然提升的程度 可以說是非常的卓越 除了主機之外 在遙控器的部分的話 這次升級也非常有感 添加了許多人性化的功能選項 即Youtube跟Google Play的快捷 操作起來可以說是更加的方便 如果你正好在找好用的集上盒的話 丹尼推薦小雲雞鼎盒9P是值得你購入的選項 然而這次廠商同樣的有贊助一台要給觀眾 只要在本部影片下方留言寫下 你認為小雲雞鼎盒9P最吸引的部分是哪個 之後的話 丹尼會在直播抽出一位吸引的觀眾獲得這個最新的小雲雞鼎盒9P 就請觀眾們持續關注社群的功耗 與直播一起參與吧 好 那回到今天的主題 我們持續來看一下9月份社群日 將會在週末 禮拜六的時候下午2點到5點期間 但不幸的是剛好雙十國慶的補班日也是在這一天 所以玩家如果要上班的話 可能這次社群日就要錯過了 不過到底值不值得你請假捕捉 我們繼續看下去 首先的話是活動獎勵的部分 這次的重點將會是捕捉經驗值3倍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是老玩家 對於經驗來說 應該跟丹尼一樣是還好啦 而其他項目就是社群日固定的選項 像是捕捉時糖果2倍 薰香又有模組3小時 31人以上捕捉獲得糖果XL繼續加倍 而在社群日拍照的話 也會跟這個基母蟲有驚喜的邂購 那當天的話 可以進行兩次的特殊交換 並且交換清晨減半 將會從時間2點到10點期間成效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社群日的主角 將會是底七代的強惡基母蟲 它本身是蟲系的 所以玩家如果想要在活動期間捕捕到更多糖果的話 可以超級進化 蟲系的寶可夢之外 像是原始的蓋歐卡 也是能夠讓它糖果捕捉的時候增加的 那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除了最終進化型的秋農砲蟲 能夠獲得社群日招式小招伏特替換之外 二階進化型的蟲電寶 也是期間限定獲得這個限定的小招伏特替換 所以這次的社群日的主軸 將會以這兩隻為主 我們等一下影片中會來詳細介紹他們 不過這邊我們先來看一下社群日招式 小招伏特替換在電系裡面的數據是如何 從數據上來看伏特替換這一招 不論是威力或者是蓄能 都不算是最頂尖的 但是齁 論綜合值來說 威力僅輸給雷電牙 而蓄能的話 輸給電擊 不過論這樣的數據其實跟目前非常強大的暗影爪是相同的 只是它的出招稍微慢了一些 不過對於蟲電寶或者蟲蟲炮蟲本身擁有的電光來說 伏特替換算是實力上的提升沒有問題 所以這次社群日不論是蟲蟲炮蟲或者蟲電寶 玩家還是儘量要進化 拿到伏特替換 對於它在對戰裡的表現 絕對是有實質上的幫助的 如果你很遺憾的在禮拜六要補班的話 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齁 這次也有加碼團體戰 同樣的時間是五點到晚上十點期間 玩家能夠打四星的團體戰的蟲電寶 就能夠在周圍遇到強惡基母蟲 多抓幾隻 說不定好體質了 也能夠在活動期間進化獲得伏特替換 所以時間上來說下班之後努力追還是有足夠的時間多農一點 至於右手邊的部分就是社群日的限定貼圖 以及社群日的特殊調查 算是我們社群日基本會配備的 以上就是9月份社群日的活動內容提供給玩家們參考 好 那在看完9月份社群日活動內容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9月份社群日主角的詳細資訊了 那強惡基母蟲算是第七代才登場的寶可夢 本身是蟲系進化之後變成蟲電寶 從原本的蟲系變成蟲跟電系 那在Pokemon GO裡面如果要把蟲電寶進化成熊龍炮蟲的話 要在磁鐵模組的範圍內才有辦法進化 那這次應該也會開放一些任務讓玩家可以獲得磁鐵模組 過往來說都是這樣的操作 玩家不用太擔心沒有這個道具 至於熊龍炮蟲實力如何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詳細數據 50等CP達到3524 體質部分的話同樣的我們參考之前的數據 來看一下它的攻擊力以及坦度如何 不過僅僅只有35的CP 當然的體質上跟大神盟的神獸相比還是有段落差 攻擊力的話只有A 坦度是C加 那把它丟入三大聯盟首先我們看一下超級聯盟部分 蟲跟電系 蟲電寶以及電蜘蛛我們把它放上來 玩家可以發現到熊龍炮蟲的攻擊力確實是裡面最高的 但是喔 坦度部分的話相對是比較弱 反而電蜘蛛還比它坦一些 所以就坦度至上的概念 熊龍炮蟲應該是沒有玩家會在超級聯盟使用啦 反而蟲電寶會更有大的選擇 因為蟲電寶的坦度達到17.4 比起電蜘蛛的12.1 持久力上來說當然是更加足夠 倒是蟲電寶有可能會取代電蜘蛛在超級聯盟的一個地位 但是喔 如果要跟目前蟲系的坦克 地豬霸比起來的話 自然還是有一段落差 不過以蟲電寶的數據來說還算是不錯的啦 好 那在提升到2500CP的高結盟之後 熊龍炮蟲同樣的是在這邊攻擊是最高的 不過相對的坦度也是最弱 而電蜘蛛在這邊也能夠升到CP2500 是跟熊龍炮蟲其實落差上就沒有到那麼的明顯 另外下面兩隻分別是高結盟蟲系第一名的聚角者 以及電系第一名的光電閃西 這兩隻受限於第16季招式的改動而受惠的角色 而他們本身並不是靠體質而輸出 反而是以招式以及傷害在對戰裡進行表現 所以才能夠在兩個屬性下排名在第一名 但是喔 論體質來說算是一般般啦 不過就連這兩隻都能夠贏過電蜘蛛跟熊龍炮蟲的一個坦度 可想而知他們在對戰的持久力應該是非常之弱的 好 那應該有玩家說熊龍炮蟲其實CP很高 應該要在大實驗魔賽事件比較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沒有神獸的 那沒有神獸的話同樣的是拿蟲跟電系第一名的 蟲系同樣是聚角物者 電系的話則是自爆磁怪 那熊龍炮蟲依舊是攻擊最高 但是坦度的話這邊是自爆磁怪的29.0最高 那三者都受限於CP2500左右 導致他們中的體質也只有5-6000 跟神獸的7-8000相比還是有段落差 所以這邊把蟲系的神獸丟進來相對的就一目瞭然了 蟲系目前神獸第一名是暴擊穩 電系則是傑克羅姆 大實驗魔講求的就是CP至上 傑克羅姆的CP4565是這兩隻角色沒有辦法比擬的 所以攻擊力、彈度以及體質中的值都是名列前秒 所以熊龍炮蟲要跟神獸相比 相對還是有一段非常大的差距 所以在三大聯盟熊龍炮蟲的體質看起來好像都有點尷尬 不過不是只有體質能夠決定勝負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屬性 因為蟲電寶跟熊龍炮蟲是相同 所以我們把它放進來電跟蟲系本身的弱點就有火跟岩石 算是還不錯 抗性的話高達四種 所以在屬性對抗上是優點大於缺點的一隻角色 那弱點裡面的火跟岩石 其實熊龍炮蟲本身是有直擬這地面系招式了 但是蟲電寶是沒有直擬 相對的蟲電寶在面對到火跟岩石的時候是有一點無力啦 畢竟擁有的招式是以電、蟲跟惡系為主 屆時熊龍炮蟲雖然在體質上輸給蟲電寶 但是能夠靠直擬跟蟲電寶打出不一樣的效果 但是這樣的話射群日招式的伏特踢腕好像就沒有太大用途 所以玩家如果想要用伏特踢腕的話反而選擇蟲電寶會比較好 那論數據來說小招裡面蟲特踢腕也是蟲電寶或蟲龍炮蟲 數據裡面最優異的招式 大招的話有咬碎、放電以及十字檢 這邊的話我們就要推薦的是十字檢在這一季有更動的關係 實力上是提升 加上鼠修傷害量會更加足夠 至於第二招則是配咬碎 因為你的小招有伏特踢腕的威力已經達到了 相對的放電的需求就不是那麼多 反而咬碎能夠在屬性面上來說增加一點打擊率 這也就是蟲電寶跟蟲龍炮蟲在招式數核上的一個選擇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PVE蟲龍炮蟲的一個狀況 我們剛看到體質氣候蟲龍炮蟲的攻擊力還算是不錯 那這邊列出他前十名的招式傷害 用秒輸出傷害的DPS來看 最高傷害只有16.84 蟲咬加上放電 然而論同樣屬性的話 電光加放電16.3排名在第二 這邊能夠注意到伏特替換並沒有帶給蟲龍炮蟲更高的DPS的輸出傷害 反而原本的電光傷害量還是比較高的 而另外一個屬性蟲系的話 蟲咬加十字檢排名在第四 DPS秒數傷害達到15.9 那照這樣數據把電系跟蟲系的排行榜給列出來之後 玩家可以注意到蟲龍炮蟲在電系的傷害量只排名在第11 DPS秒數傷害16.2跟第一名的電數目的21.0 差距是蠻明顯的 而蟲系目前傷害量第一名的話 是蟲咬加蟲名DPS秒數傷害達到21.7 而蟲龍炮蟲比起電系來說 在蟲系部分表現更好 是第六名蟲咬加十字檢 DPS秒數傷害來到15.9 藉此蟲龍炮蟲在PVE的表現算是中規中矩 並沒有特別的突出 以上就是蟲龍炮蟲在PVE的一個表現提供給玩家們參考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這一次9月份社群是主角強惡基米蟲 我們分析了他的進化型蟲龍炮蟲以及蟲電寶整體的實力 那蟲電寶的話算是我們在超結盟能夠取代電蜘蛛的一個角色 畢竟有彈度更優 雖然少了猛撲但十字檢的傷害量補足 也是讓他能夠在蟲系跟電系發揮的不錯 但僅限於超結盟 但至於蟲龍炮蟲的話 在體質上不論是超級高級或者是大師 整體上來說還是有比他更好用的角色 而且比較可惜的是攻擊雖然算是不錯 但以電系跟蟲系的傷害量來說 跟一線的主流角色比起來還是有段差距 雖然他目前的定位說實在有點尷尬 但是如果真的要把他拿起來用的話 可能大師爺盟紀念碑沒有神獸的時候 他能夠嘗試使用看看 至於這次社群日雖然遇到了台灣的補班日 但是這隻角色吸引人的程度好像還好 雖然玩家就輕鬆捕捉就好了 就實力來說還沒有影響到整體對戰環境或者PVE的一個生態 那今天9月份的社群日影片 就提供給玩家們當作參考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